一開始的動作呢 我要你就是先hold一個plane 然後呢 把home roller 提到你的腳踝的地方 然後手呢 手掌靠在一起 然後當你準備好的時候呢 慢慢慢慢慢慢的 往下 然後往後延伸 然後往前 往上 往下 膝蓋往胸部帶 再出去 然後手起來 變回了plane 然後再把膝蓋 往胸部的地方推 然後再慢慢往下帶 這樣是一組完整的 所以有很多小動作喔 我再說一次 偷好一個plane home roller呢 讓它放在腳踝的地方 然後這時候 慢慢慢慢的 用你的tricep 用你的手 後方蝴蝶 速度可以氣肉 控制你的身體 核心收緊 慢慢的往下帶 然後到 走身平板去以後 然後再把身體 往後延伸 然後不要細住 不要超過膝蓋喔 因為你不要讓 foam roller壓到你的膝蓋 因為膝蓋這樣會容易受傷 膝蓋其實蠻脆弱的 所以你不需要碰到你的膝蓋 碰到膝蓋的時候 平 再往內帶 然後再用核心的力量 把臀部抬高 然後再慢慢往下 然後再用核心的力量 把膝蓋 往胸部的地方捲 再往外帶 然後最後再一樣 用你手臂後側 tricep的力量 把你身體帶起來 這樣是完整的運作 讓我現在一步腳 做一旋處給大家看 一樣 我很喜歡的一個核心的運動 所以我每一個禮拜 都說每次運動都會做 然後我覺得你每一個禮拜 都要讓自己進步 就是看你一分鐘以內 一分鐘內 一分鐘以內 有沒有可以做十下 看能不能下一個禮拜 跟你十一下 然後再十二下 習慣一下越增加運動 然後你不休息 回住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運動 Bye